他今天帶來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可怕 真的嗎 來 一二 就是可能是V的機率非常的高 可是前面有這個我看錯了 我覺得那個應該也是 你原來以為他是假的啊 看不錯 這一個我也覺得應該是V 因為那個看起來怪怪的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貴妃一桌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 是多少錢 請見價 一千元 你看吧 其實OK啦 來 我教觀眾朋友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放大機裡面 看到一些東西 我也請製作單位呢 幫幫忙把這個的實紋 跟這一支的實紋呢 來比照一下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因為兩個都是白的嘛 對不對 兩個白的 你看 這兩個白的實紋 到底差別在哪裡 其實說實在的 這如果兩個放在坊間的話 我還真的會挑這個 你會挑這個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賣相實在太好 對 可是沒有 我一直覺得它越來越霧耶 你看我這個越來越亮有沒有 那它這個越來越霧啊 可是這個是你戴了以後啊 你才會知道啊 你還沒有戴的時候 就是我... 慶學的意思是說 就直接這樣擺在裡面 就這樣子擺著的話 這個賣相會比這個好啊 你說現在...你說霧的話 其實我覺得兩個看起來差不多耶 而且這一個的話 顏色走得還比你這一支漂亮 因為這個的話還有黑色 還有帶點紫羅蘭 對啊 紫色好美 好 來 我們來比較一下 觀眾朋友看一下 所以它是染色嗎 我在猜應該有耶 好 來 你看喔 這個是我們說的天然的石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前面那一支 這個是現在這一支 那我們先看喔 天然的石紋 這個 主要的是在這邊 這邊一絲一絲 你看這石紋 有沒有喔 來 你看這邊的石紋 這邊 這個是這個本來 本來這個石紋跟這邊一樣 完全一樣的 可是呢 它經過樹脂全部填充了以後 就全部不見了 來 導播來 我們先回到這一個 這個上面 來 我們請助理 把這個圖片把它放大 這個是天然的石紋 這個是天然的石紋 好 有沒有看到 這邊一絲一絲的有沒有 有 不規則的不同的角度 到處都交錯的這樣子 這就是天然的 緬甸玉的石紋 它長的 就是應該是要這個樣子 我是指白色的喔 為什麼會 你說白色的 為什麼裡面有這樣 一絲一絲黑黑的呢 為什麼裡面是黑的 因為玉石都一定 含有一些鐵元素 那個鐵元素 在它的石紋裡面呢 就會夾在裡面 夾雜在裡面 夾雜在裡面 我們用顯微鏡 用不同的光源去打的時候 就會讓你看到一絲一絲的 這個就是我們專門 用特殊的光源把它打出來的結果 來 我們移過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灌焦以後的石紋 你看 灌焦了以後 完全不見了 什麼石紋都沒有 整個就像 你知道就像什麼嗎 就像那個樹脂 就像強力焦 乾掉的強力焦 整片這樣子 整片這樣子糊糊的 糊糊的整片 你看不到任何的石紋 這個就是兩者最大的差別 好不好 你這邊已經完全看不到石紋了 好 來 這個 不好意思啦 這個實力貨 沒關係 它有經驗性啦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老坑的翡翠的一個手環 這個也很漂亮 很精緻耶 這你一看就知道 不是我自己買的東西啦 為什麼 這太貴氣了 對啊 就是仰慕者 要追他的手 沒有啦 這是媽媽買的啦 我也希望是仰慕者啦 妳後面不是要接這個喔 好 來 這真是媽媽買的 對 媽媽買的 媽媽是買給妳嗎 還是她只要帶的 我也不知道耶 不過她後來就放在我這了 對 好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最漂亮的這一塊 其實很漂亮 很典雅 來 但我是覺得 對 為什麼不是整個一個圈 只有一小塊 後面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它只剩一片 原石上 這邊有沒有看到 沒有封的 然後這邊其實透過去的話 我用那個光好了 我用那個光從這邊打過去 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你看 它其實也不算是太厚啦 對 它應該也算是一個薄片就對了 是一個薄片 是一個薄片 好 來 但是它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緻 你看它旁邊這裡 雕花 雕花上面好像也有香鑽嘛 對 有香鑽 這邊也是 好 來 我們請花輪哥幫我們看 對 媽媽在哪邊買 她買20多萬 20多萬 她跟一個大陸就是 帶貨回來的朋友買的 真的買這種東西 帶貨 那認識嗎 我也不曉得什麼婦女會 什麼東西 什麼國民黨 妳是購物專家 妳沒有叫妳媽媽 妳管不了她的 她就是都自己打電話 她也不會叫妳從公司拿 說得也是 對 她會叫妳從公司拿 哪一個月都還沒拿回來 兩個月都還沒拿回來 我們打電話比較快 對 三天就來了 對 然後如果你罵她就是說 那你們購台都不用賺錢的嗎 現在買東西真的是太方便了 一張卡妳就可以刷了 然後點兩下的話 東西就送到妳家了 是 真的 好 那實體通路都被打到很慘 而且媽媽真的很愛花錢 妳知道光香這個要多少錢 我當然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 光香這個 金屬喔 加上鑽石 我猜12萬 手工 手工 12萬 8萬 8萬 我隨便亂講 反正我喜歡有8 那反正我們大家隨便亂講 觀眾朋友開心就好啦 好啦 那正確應該是多少這個 這個 那到底要香 就在10萬塊付錢 就是10萬塊差不多 那所以這10萬的話 這個10萬這個10萬 因為這個是模子做的 這是模子做的 整個模子做的 10萬塊也不便宜 因為那師傅都要做收工啦 他說每一個要收尾 每一個要收尾的去慢慢做 好 接下來最重要就是那一塊 那一塊如果10萬塊的話 那其實你就賺回來了 好 不過這一塊是一個薄片 薄片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翡翠的一個手環 舊這個 對 我們就估那個 因為剛剛已經告訴大家那一個嘛 先把10萬扣掉了 對 要把記得觀眾朋友 把它扣掉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手環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將 12萬元 有賺到 沒有賠了 對 還不錯耶 對啊 反正拿來帶漂亮啊 可是我剛才看了一個東西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很有意思 真的嗎 很厲害的嗎 因為很明顯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我口頭餐 很厲害的嗎 真的很厲害 來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來 你以為你這已經 箱在上面了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沒辦法去把它拆下來了 那所以我們從縫裡面看進去 來 觀眾朋友 你看喔 好 只要你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你就不必太擔心了 這個 記得嗎 來 幫我們放大 你看喔 就是這個位置 你看到這樣子 顏色的走向這個是這樣子 這個是這樣子 有沒有 都會同一個方向 沒有嘛 沒有同一個方向 全部歪歪扭扭的那個方向 所以你看到這樣子 然後你再看 這邊又是這樣子 有沒有 這邊又一塊這樣子的 所以看到這樣子 A貨 你就不要擔心 完全的A貨 你記住 記住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滿重要的一個型 就是一個A貨的型 有顏色 走顏色的型 這很重要 我們前面剛剛有教了別人 怎麼樣去看那個實紋嘛 這個是看顏色 好 來 這個也買對了 那他也沒有... 媽媽的朋友也沒有騙你 好 接下來的話呢 他只要跟他買東西的時候 就說還可以 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三菱的家裡面的一個家傳的 一個寶貝 對 這個是外婆留下來的 這外婆還在啦 我其實不太清楚耶 因為以前我們家是在那個 萬華那邊開西裝店的 然後那時候家裡頭 開好幾個西裝店 然後好像是那個時候 外公給外婆的 然後後來外婆就給了媽媽 然後媽媽就前幾年 就交到我手上 妳爸爸是做裁縫喔 不是 我外公 外公是做裁縫喔 對 靳全 我跟妳說 好幾個珠寶店的名店的老闆 都是裁縫師 真的嗎 對 轉到珠寶業 其實珠寶業裡面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裁縫師 以前裁縫師 然後現在 把他以前的裁縫店 全部關掉 然後... 對 全部做裁縫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串的一個翡翠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非常非常的典雅 他不像我們之前看到那種 整個通透喔 不是那種很頂級 那種整個通透的感覺 可是呢 大家仔細看的時候 這一串的一個翡翠的話呢 他其實透露出一點點那種文藝 或者是高雅的氣息 很特別 他走的不是那種整個的滿翠綠色喔 他走的顏色的話 你有沒有覺得他像水彩畫 對 就是 我不知道有一些東西 看起來的話呢 你如果把它單看的話 他也許看不出那個味道來 但是他這整串 我覺得他串得很漂亮 即便他上面有一些那個雜質 有一些黑黑的那個點 他看起來是很漂亮的一串 我覺得他像水彩畫 然後他不是很大顆 大家仔細看一下 他不是很大顆 你看 但是他是不是 因為亮度的關係啊 我覺得信學已經出事了 好特別喔 你趕快介紹他去做購物專家 他走的... 他走的是一個... 他走的是一個 那個橄欖跟蘋果綠的顏色 很特別的顏色 他整個融在一起 你知道 就像你剛剛講那個油畫有沒有 對 我覺得像油畫 我最近在學油畫 我覺得像油畫 他不是那個油畫的單一的顏色 而是油畫的 很多種綠色把它湊出來的 然後不要把它這樣子 給它攬開這樣子這樣子 這樣把它攬開 好 來 那個花倫哥 已經在算他到底幾顆 在他算的同時呢 我們也給各位看一下 在今年的那個舒富比的一個 2014年的秋拍的時候呢 拍了一件翡翠的一個作品 這個翡翠的作品呢 大家要仔細的看一下 因為這個翡翠的作品呢 它其實算是一個歷史文物 因為呢 據說它是當年呢 這個... 中國最後一個太... 太監 不是太監 最後一個皇帝啦 他的老婆啦 來 婉容所戴的一個 翡翠的一個套組 那這一個呢 翡翠的套組的話 它包含了這一個 項鍊 就是跟你這一樣的 但我在猜 他這個應該很大顆 他那一定很厲害 然後聽說他中間這個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以前那種 皇宮裡面 宮廷裡面的工匠下去做 他中間這個你看喔 他兩個中間的話 黃金嗎 對 而且是掐絲的黃金 下去串起來的 串了整串 然後呢 另外還有一個手鐲 另外還有一個戒指 但是我說實在 我這樣子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綠色的手鐲 我覺得我們節目應該做得... 逼過 也是逼過 有比他好的還很多 比他好的很多 他不算是好的 你看他上面石花很多 就像你剛剛看那個有沒有 白色這個都石花 然後你看他的這一個 其實也石花很多 石花也很多 顏色也不均勻 好 告訴各位 這一套的話呢 後來拍賣的一個價格 那約在2603萬台幣 其實不算是高喔 因為他是婉容曾經帶過 他這算有歷史價值啊 對 歷史價值 高過那個石頭 對... 但是我跟你講 我覺得你那一串比這一串 我這也有歷史價值啊 你那一串可能 外婆 我媽媽我馬上 我女兒18歲 就到我女兒那了再一年對不對 外婆以前有沒有當過皇后 外婆 她跟皇后一樣漂亮 妳要跟他講 這有四個人帶過 前面三個人... 前面兩個人還沒有 然後妳跟另外一位 就還不知道會不會當皇后 我當皇后嗎 我指望我女兒好了 所以起碼公主帶過這樣子 對... 一代女皇 對 不要當皇后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租鏈呢 他為什麼要笑不笑 總共有三十七顆嗎 三十七 我們就假設是三十七顆 假設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三十七個 翡翠的一個租鏈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七萬四千元 他還懂得那麼高對不對 你看三十五萬不賣 一顆這樣子的平均價 七千 一顆兩千塊 為什麼這麼兩千 他那個漂亮耶 我告訴你 而且留很久耶 是... 該我講了嗎 好 可以 來 我跟你說 這個裡面全部都是實紋 而且那個實紋都已經出口 我剛剛在看的時候 出口就是已經變成裂紋了 他表面一絲一絲 每一顆都有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他透明度沒那麼好 第三個 他的顏色呢 你看又有黃的 這個黃是減分的喔 跟你剛剛的手鐲是不一樣的喔 這個黃就是鐵就是髒 這種黃就是髒 這個黃這個地方喔 所以看鈺真的不能只看齊表喔 不懂 然後太小 這些都是他的缺點 太小顆 有沒有 看人影一樣 對 我常常都看錯 我女朋友說 五個男人站在那裡一排 你一定挑一個最糟的 那妳現在還挑不挑啊 不挑 真的嗎 不挑是好事嗎 對 好 今天非常感謝三年喔 謝謝 好 謝謝您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的 就是紅便當 便當你好 主持人好 華人哥喔 你好 我一... 便當很好 我一聽到便當 這叫便當很怪喔 便當你好這樣子很... 奇怪喔 可是... 我們便當都拿來吃 跟便當問好幹嘛 對喔 不是很怪的一些 對 問...突然便當幹嘛 應該是我爸爸去 護政事務所辦 到底跟護政事務所的人 是怎麼寫會寫這個名字 你說真的嗎 我講的... 我講的保證 真的... 我講的一定保證 保證是真的 他的名字真的叫做... 真的叫便當耶 真的叫做紅便當耶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你這個名字是要紅一點 還是真的小一點 沒有... 但是他還好 他是姓洪啦 叫紅便當 如果他姓賣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我在... 要是姓廖的話更慘 廖便當 對 你講的我認同 因為我在賣... 我在賣十幾年的便當 我覺得我的便當名氣很響亮 便當就紅了啊 後來你現在就真的紅了啊 你看紅便當 紅便當 紅就是紅到你的 對... 但是... 可以帶起來嗎 可以帶起來 但是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丈母娘珍藏的一個 胸針的一個蝴蝶 上面有兩片的翡翠 這個是已經送給老婆了嗎 沒有 沒有 還在丈母娘那邊就對了 這個就是我這一次 對 專程開車回去 因為我都跟她叫阿嬤外婆 我都跟我的孩子叫同樣 以前都叫媽 現在都叫阿嬤阿嬤這樣 她知道我要上這個節目 她本來這個東西是... 是不允許我拿來的 但是我有看她帶過啦 我就打電話給她說 媽 我就要在照電視 不然妳接麻煩 她說不要啦... 我說過好幾次 然後她說好啦... 但是她有告訴我一項 不管賺者多少 一定還要向我 我都覺得怪怪的 她怕你騙掉了 她說妳騙掉了 妳騙掉了 不知道是 今天要上這碗子嗎 問題這個我猜沒錯的話 應該是值不少錢 這看起來很厲害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她的... 但是她有講 她說這個好像一帶上的時候 好像有一種能量 能量 就是說怎麼講 有一個磁場的樣子 我聽她說過說 只要有時候早上起來 精神不到好一帶的話 我瞬間的感覺說 精神很好這樣 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 我再看看有沒有能量 有能量 站起來 飛起來了 沒有 我其實覺得 我覺得妳知道我們兩個說的 沒有錯 因為呢 最主要呢 她非常喜歡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呢 看起來就是賞心悅目 她這樣拿出來 戴在身上的時候 她自己精神就會非常的好 其實我當她的女性三十幾年 她平常的嗜好 我是不知道 但是畢竟是農家子弟 她現在已經90歲了 她每天都要去夏田工作 還很硬朗 很棒 但是我基我所了解 你是90幾歲還夏田工作 90歲 今年90歲 厲害… 但是她 佛系 我有一種覺得 她很喜歡買這種東西 那個媽媽有沒有講說 多少錢啊 這個 我一直問她 她為什麼沒講我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好 來 那您自己顧呢 她有點不講 她說沒有…沒有多少錢 但是我覺得應該幾十萬有 所以本東呢 估了一個價格是估50萬 這一個翡翠的一個兇針 好 我們請花倫哥 幫我們評斷一下 這很漂亮 就說這兩位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蝴蝶型的一個翡翠兇針呢 本東講說 他估大概是在50萬 這個是丈母娘的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哇 哇 哇